我们就开始上课 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Yolanda 我现在在一家ASX前50的一个医疗器械的公司 担任成本分析 其实就是类似于management content这样的一个工作 不过它的title叫的不是特别的一样 然后我的主要工作平时 就是这个工作 就是大家这本书里边第六章计算那个product costing 因为我们是manufacturing industry 我的主要工作恰好就是第六章的内容 所以就是那些计算 希望就是在这个课程中 我的那个工作的一些的经验 也可以就是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 就是尤其是第六章的知识 平时也是会涉及到前面这几章的 同时我又在那个Macari 兼职读research master 所以说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十八页 就是这个人就是我们的那个系主任 所以Macari比较擅长这个strategic management accounting这门课 这门课里边它就是有六个module嘛 六个module里边其实是从19年开始 它才是把五个换成了六个 原本是没有第三章的 然后它第二章又进行了一个改革 大家可以看一下 所以我们这个六个章节里边嘛 我们现在先来大概看一下每一章节都讲什么 就是对整个书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第一章呢就是introduction to strategic management accounting 顾名思义它就是会把这本书大概要讲什么 还有management accounting这整个的一个topic都讲什么 会有一个概览 那这个有什么特点呢 就是说我们很多知识点出现在第一个章节里边 然后呢它第一章节只是大概的给你进行了一个介绍 然后它在后面的第二到六会进行详细的一些分析 以及就是说把知识点扩充加上更多的example这样子 然后第二章的话其实就是一些关于information的 它这个information分为financial information non-financial information 同时还要有一些information system这样的一些知识 因为因为我们作为management accounting 首先我们就是要拿到企业相关的一些information 然后去支持做决策 那支持管理层去做决策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第三章的话主要就是讲预算 还有一些financial planning forecast 不知道大家工作平时有没有涉及到这一方面 还是说大家主要在focus在那个tax audit这样的一个一些工作 如果说management accounting的话 作为management accountant 其实它一部分工作就是为公司做预算 做budget做forcast这样子 所以这部分除了就是说我们考试会非常有用嘛 那如果日后我们同学想做management accountant的话 这部分知识是你要build up一个非常solid的 technical的knowledge 然后我们再去求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management accountant的工作 然后第四章讲的是项目管理 其实有一些公司它是自己有project accountant的 然后呢有一些公司就是management accountant去兼职管理project 这里边第四章其实占的篇幅比较大 它要求我们有30个小时的投入的随期时间 然后讲的项目管理的知识也非常的详细 然后第五章的话是介绍了一下kpi management 这个章节也是在日常中就是man需要的一个工作内容 第六章的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我之前看过书啊 就是计算题全都会来自第六章 所以第六章大题里边是100%会考到的 这个非常重要 除此之外呢 它还介绍了特别多就是 呃我们作为管理会计 不光是要有一些呃战略性的一些建议 同时我们还要有一些实际的那种工具 去帮我们去计算 帮我们去提供一些有效的信息 去给管理层 然后帮助他们做决策 相比cpa其他的那些课来说 这一门是一个必修课 但是它的特点呢 但是这个整本书的知识没有特别的难 如果从头读到尾的话 你会发现其实很多东西都是比较能理解 比较能懂的 但是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就是你正着看的时候你都明白 但是一到选择题的时候 一到答题的时候 好像你看那个选项就是好像都对似的 考课的同学是有这种感觉吧 四个选项都是看着就是一打眼看 就感觉好像都对 就不知道该选哪一个 但其实呢 呃我在呃因为这门课的设置 我是打算说呃讲书的同时 也同时再讲几道那种选择题 然后帮助大家去摸索一下 就是这种选择题应该怎么去打 呃先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说 其实它的提干信息是非常重要的 它提干里面其实会 我会到时候会教大家 大家怎么去画那个关键词 其实提干里面它会有一些暗示 呃比如说呃举个例子说 四个选项它都是对的的情况下 其实它有的时候问提干里面问的是 呃有的比如说是strategic management 有的是operation management 这两个其实呃怎么说呢 就是四个选项分别是他们 分别都是这个management counting的领域的知识 但是你要观察它提干里面 到底是问的你是organizational还是operation 就会有这样的可能现在讲起来 就是说比较大家比较抽象 觉得可能没有办法follow 但是实际如果呃我们拿选择题的话 我们应该就会觉得非常的具体 呃所以说大家看这个呃题目的话 嗯这样就是说 我们在平时讲书的同时呃在讲选择题 同时可能还会加一些case study 因为到最后我们整个的考试形 是大概就是说五十到六十个选择题 大概能占呃就是五十到六十分这样嘛 然后但是那个大题一共其实也是就是二十分二十多分这样 那你看这样的比重是不是可以推导出来是选择题真的是很重要的 那你看大题里面呃比如每个小题的话 如果只是说呃比如说一道大题里面下面有不同的小题嘛 那一个小问题就是三四分那同样你选择题错了三四到一不小心错掉了是不是相当于大题就也是一个大题的比重嘛 呃每一年其实同学很多就是说还是非常重视大题的嘛 因为大题相对来说是比较好准备的 但是我想说的是选择题一定一定不要把它忽略掉 选择题真的非常重要 从不管你是从这个分数的比重来说 还是说容不容易丢分的这个程度来说 CPA这个这门课SMA这个选择题真的非常值得大家重视 所以我建议大家在备考的时候多把重点放在选择题上 嗯这个选择题有什么特点呢 就是说他这个本这本书里面 其实每一句话都会潜在的成为一个考点 就是我上课的话会给大家介绍一些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知识点 但并不代表说呃我们就是剩下就是没画到的 比如说我往下看一下嗯就比如说现在就是画到了一些嘛 并不代表说没画的地方就你就不用看 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这块没画的话 是我是呃期待的是大家回去自己看一下呃 所以大家现在是对这个书的看的程度大概是怎样了 没看过哦好的好的我那我就默认大家在每次上课之前 你的这个这一张的书是没看过的 那么呃希望大家呢就是在讲完这一张的时候 利用这一周的时间嘛 然后大家就把书这样过一遍好吗 嗯至于CPA考试都需要有什么题目作为准备吗 还有一些材料之类的 我非常建议大家把重点都放在这个课本上面 像刚才说的每一个选择题都是每一句话都会成为每一个选择题的潜在的题干 或者潜在的选项对吧 所以说呃书至少我觉得在这边我们一起跟着过一遍 然后你自己回家至少这一周要看一遍对吧 那等到那个最后复习的时候呢 你是不是重新还要再过一遍 这个是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 就是说如果考试之前我书还没看完一遍呢 那就是有点有点选 因为选择题的话你就根本不知道在哪里找对吧 然后还有一些同学的可能他的思路在于我多刷点题好不好 就是说呃不管是CPA官方机构所谓的官方机构出的题啊 还是说呃在外面弄到的题啊 说是多做一些题 但是这在这些多做一些题 那个在什么前提之上呢 就是你把这个书全部都看过一遍 至少看过一遍才能开始做这个题 对不对 要不然做这个题其实也是没有特别有效的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呃外面的题 其实不一定就说非常非常跟考试题是同样的一个思路 然后我比较推荐的题呢 其实就是官方出的那个knowledge test 那些选择题 我上课不会把所有knowledge test都讲 因为那样子会浪费大家的题库对吧 我会抽一些我觉得比较重要的题 那这些题就是数量可能不是很多 但问题是呢 大家在准备的时候不光要知道呃 对的选项为什么是对的 同时要知道不对的选项 他为什么不能选 他有一些呃是比较明显的 就说那句话就是错的 这样比较好判断是不是 那有一些其实他这句话是对的 但是他适用的是不同的题材 就像我前面举的那个例子 这种情况呃相当于这又是多了一个知识点 就把这个知识点就是套到其他的题目上 说不定就要选这个选项了 对吧 所以说这个时候呃要吃透这些选择题 就像我刚才说不整呃 你不光要知道要选这个 为什么选这个 还要知道为什么不选其他的 这才叫你如果到最后 你都完全能把能帮别人讲出来 刚才说的这些 那这个时候才叫吃透 所以说我强烈推荐大家 还是以官方出的这个knowledge test为主 当然上课我们大家 我会跟大家一起做 嗯 现在大家把书翻到第八页 我给缩小一下 我们上课的时候 可能就主要就是用这个 嗯 呃 电子版的这个书 作为呃 课件 然后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我后面呃 大家也收到的那个课件嘛 会换一些重点 那呃 在上课的过程中 我可能不会说 啊 我现在到了第几页 然后大家就看一下现在这个地方 然后你就不会觉得很loss 你就知道现在在书上的第几页 好吗 呃 那之后要达到第八页 就是想看一下这个 我们的每一章节 大概他建议的是 是学习要多少个小时 那你从这边你可以看出什么 就是第 我先打了 第一章和第二章 15个小时 但你看第三章 还有 第五章第六章 是不是都翻倍了 那也就是暗示我们 我们要把这个学习的重点 稍微放在 嗯 budgeting 还有project 还有最后的那一章 主要是计算的这个 上面 然后其他的呃 然后其他的呃运用的时间 可能稍微相对的少一点 把重点放在这三章 呃 那但是对于我们上课来说呢 还是按照 就是一张 一章节 一堂课这样子 如果内容比较多呢 那我们可能就是 稍微快一点讲 那大家如果还有问题的话 可以就是课后 在微信群里面一起讨论一下 嗯 那我们现在把书翻到第一章 所以现在就是进行到正课阶段 第一章大概就在22 23这一页 这是第一章的概览 就是我们在第一章讲 会讲嗯 它是一个introduction嘛 所以我们就涉及到 嗯 关于strategy management accounting的方方面面 首先是强调这个value value的重要性 然后part b会讲一些 呃 就是具体管理起来 是什么样的一个流程 然后第三部分呢 就是讲我们呃 管理会计在这个管理的过程中 是起到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这里边也会涉及一些 关于不同就是公司财务部门 不同岗位会计都需要有什么 不同的分工 比如说最大的一个例子 最最明显的一个例子 就是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 在财务部起到不同的角色 对吧 这个大家都是知道的 嗯 然后呢 第四部分 就是说作为现代的这样一个 新型的管理会计吧 我们会呃 嗯 面临着什么样的一些挑战 嗯 这个到时候也是会 详细的介绍 然后这个 因为这个挑战会分为 不同的方面嘛 首先是作为对自身的一个挑战 就是说呃 对管理会计这个岗位的人 他有什么具体的 skill set的要求 呃 需要怎么样的一个性格的人啊 还是说怎么样拥有多多强的那种呃 technical skill 外加 soft skill 这样的一个人才能胜任 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现在外部的经济环境 还有整个的商业环境就是瞬息万变这种感觉 所以说呃 外部的这些变化对于我们管理会计带来了一些挑战 你会在这一个part里边详细的介绍 然后最后一个小部分呢 就是在讲我们进行一些战略分析的时候 都有呃 要到用到哪一些的工具 然后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个sw ot 对吧 还有波特的武力模型 这些有 有没有之前 在 设计过 没有吗 嗯 嗯大家都是快读会计专业的吗 还是 哦 哦 那那大家大概可以了解一下 大概都是什么背景吧 大家都在做什么样类型的工作吗 都是form的吗 还是说有在有在公司里边呢 嗯 在公司里面是fa 偏fa多一些 还是偏ma多一些 偏fa 嗯 其实在这门课里边 我比较建议的就是 嗯 即使你是在form里面工作 但是也不要紧 你把自己想象成form里面管理 就是managing partner 你把你把你自己想象成这样的一个角色 虽然你们的主营业务是provide business service 比如说tax 比如说audit 但是呢 嗯 之所以它是一个公司 有公司就需要管理 就需要进行一个前瞻性的预测 对吧 所以你把它 你把你自己想象成 站在这样的一个管理的高度上 然后去把自己代入到这个书上的例子 我呃 然后把你的公司具体发生的事情 结合这些知识 就是书本上的这些理论 这样子呢 我觉得会比较方便你的理解 加深你的记忆 会更形象一些 这样子的话 你把书本合上 不会说什么都记不下来 就会是呃 稍微就是有一点印象 多多少会这样子有所帮助 而这样你回家看书的话 就更加的方便 就因为你已经大概知道它在讲什么 呃 我们看一下第一张 嗯 它这个应该是不能编辑的版本 好吧 就这样 哎 对 它这个应该是 嗯 这样子 大家大概能看清吧 具体化的位置应该是可以看清的吧 嗯 第一张呃 前半部分 它就是一个简单的介绍嘛 然后从这边开始呢 从这边呃 画黄字的地方 它大概就是介绍了一下 说呃 现在 在现在来看呢 我们管理会计 大概是要focus在哪一些方面 你会看到三个字 有三个字比较重重点 呃 其中一个 应该这么说 有三个value 关 关于value相关的 我把我笔拿出来啊 你看到这个value了是吧 你看它前面有一个creating managing protecting 这三个词非常重要 不管你在选择题里边 还是在后面的那些章节里面 你会反复看到这一个 嗯 怎么说 就是反复看到这一句话的出现 它在选择题里面 如果问你关于 strategic management accounting相关的话 你就要找value这个词 如果是有value这个词 那这个选项就是很有可能 是potentially correct 嗯 那大家应该是 那大家理不理解这句话 就是说作为 嗯 战略管理会计 那我们主要的一个 嗯 任务 就是要帮助企业去创造价值 然后管理它的这个价值 然后外加去保护它的这个价值 概念来看 应该是不难理解的 然后你接着看下面 它被定义成什么 还是说要great sustainable value 这个value整个在这一章会反复出现 那如果提到value 我们就是会有两方面的理解 首先呢 作为一个公司 我需要 嗯 是dollar value 对不对 那dollar value翻译成 呃 pnl里边呢 就是profit 那在这个profit 是一个比较具象的一个value 而且它这个value是要 呃 不光是要在公司整体的这样 group level 在你各个的部门 其实你都希望自己的部门的那种业绩 是有一个profit的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呢 就是一个比较抽象的value的概念 那抽象的value 比如说 嗯 你的公司是有什么样的一个reputation 你在社会里边是 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形象 嗯 这个举个例子 就是说 比如说有一些非常正能量 一听就比较正能量的公司 呃 拿最近的例子 呃 举一下啊 就是那个3M公司 对吧 一个美国的很好的500强公司 它就是生产很多 很多很多不同的产品 嗯 就是不光是一些医疗相关的耗材 但最近它比较红 就是因为 它那个生产很多口罩 而且还承诺 不会因为这种 呃 疫情 就是非常紧缺的这样一个情况 突然间给你涨价 这种公司 一发表这样的一个社会言论 它瞬间 它的形象是不是就上升了 所以 但是它实际上会收到很多的profit吗 其实是 呃 不会说有一些额外的 因为它没有涨价 对吧 可能是量大了一些 但是这是它应得的这个profit 呃 但是从另外一方面讲 它在社会上 这一样的一个reputation 和它为社会所做的这样的贡献 使它这个公司 整个的一个形象 特别上升了一个高度 所以这个呃 所以这个也是帮助大家理解 value的两个不同的方面的例子 然后我们接着看这个地方 呃 sustainable 提到sustainable 呃 大家理解的是 应该是一个相对的一个长期的概念 对不对 这个翻译成中文就是可持续的 那可持续的就是 呃 换言之就不能是说眼前的这样的一些迎头小利 所以大家要看长远 长期 所以在这门课里边 呃 我建议大家如果一一旦看到sustainable 就是马上在自己的大脑里面把它转换成long turn 这样子就对这个词会有非常的好的理解了 然后呃 create sustainable value by 有一个by这个词 by的话下面就是说它通过什么样的方法 对吧 那下面这两个点大家也都画一下 首先就是organization traditional strategy 这个有一个什么什么例子啊 就是呃 像我刚才说的 作为管理会计 我们是要帮助协助企业去制定一些策略的 对吧 短期的来看呢 每个月 是不是我们都要预计一下下个月的生产 那个叫forcast rolling forecast 然后一年的话叫什么 叫budget 这些都是呃 相对于站在一个管理的角度上 对管理人员提供信息 就是说我一年后 公司会是什么样子 提供一些财务 以及非财务的信息 然后长期来看呢 再把时间线拉长一点 如果到三年五年呢 三年五年的话就是会有一些三五三年五年的计划呀 也都是长期的这种计划 你都会帮助呃管理层制定一些organizational strategy 然后接下来像我刚才说的 他既是会呃收集一些或者提供或者说提供一些financial information 同时呢也是还有一些non-financial的 那代不代表说 但凡是数字的就是financial的呢 其实不是这样子 对不对 有一些数字也可以是non-financial的 呃后面还有一个就是internal 还有external的environment enable effective results allocation 其实公司就是一个比较资源稀缺 它会是一个资源稀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大家想一下公司里面有各种不同的部门 对吧 每一个部门比如说在做预算的时候 我都想拿到最多的预算 这样子我们部门就会比较有钱 但是作为管理者 我是想要别人部门经理要多少钱 我就会给他们多少吗 当然不是这样的话公司就破产了 对吧 管理会计在这样一个预算的过程中 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就是 对 它是allocate results allocation 它是协调各种不同的部门 以及部门之间 还有部门和老板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它得要平衡部门经理的这样的一个利益 既不能说给盈利的部门太少的预算 也不能说盈利的部门就是想要多少预算 就要多少预算 这样子老板就会觉得好像是有点太多了 这样子 接下来应该再就没什么 然后大家再翻过来看 这一页 successful performance 它有两个必要的条件 还是围绕着value 对吧 但这里面呢 大家画一下products和service 第一个bullet point 它的意思就是会介绍一个比较具体的value 就是跟product和service相关的这种 因为说消费者愿意付多少钱 为我们公司的服务以及产品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improve the resources activities and process 大家画一下resources activities and process 这三个词 这是这里面的比较关键 然后还是围绕着value 总体来说 这些概念后面都会再具体的展开 因为第一张前面就是一个比较 比较概括的 然后大家看一下26页的part a 第一句话 这整个的一个parts的主题是什么 就是value 反复这个书他也在反复强调这个value的重要 所以大家能得到一个什么样的hint呢 就是在答题里边 大家要把思路 至少第一张就是围绕在这个value上面 然后呢 接下来这个管理会计的角色 其实刚才 对刚才已经都讲过了 大家还是画一下 现在可以再说一点 就是你看这个CPA的书 你会发现 我不知道大家其他门有没有发现 就是在这门里边 比如说一个概念 它在第一张出现 它有可能还在第五张又出现 然后第六张又出现 这样子大家在考选择期的时候 有可能就是不知道具体是要找哪一个地方 是不是 那我的建议呢 其实我上课也会提到啊 比如说 等一下我们要讲这个share shareholder value 我会说 大家在旁边reference一个table6.1 就是第六张的第一个table 这样子 所以你把它写在旁边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在考试的时候 比如说你翻到了这一页 你会发现 这边讲了一些关于shareholder value 或者是stakeholder value 但是我如果是没有 跟我这个考试题是不相关的呢 那我马上看我的这个reference 然后就赶紧翻到那一页 看看再继续找那边是不是会有 以防大家就是不知道 同一个概念是到底是要在第一张找 还是在第六张找 就是大家怎么说 就是把它稍微汇总一下 其实这个跟index是同样的一个功效 但是我比较倾向于用这种方法 我们接下来回到我们的这个 figure 1.2 大家把这个画一下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它重要的其实是这里边的概念 而不是说考试永远不会考说 stakeholder里面都有哪些 这种是不会有这么stakeforward的题目的 所以说呢 大家在理解这一部分的时候 不光是要理解说 为什么 不光是要理解说stakeholder里面都有哪些 当然这个是最基本的 还要理解 它每一部分我们是怎么样去衡量 它是不是真正为这一个stakeholder去创造价值的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shareholder 总体来说 开一间公司 它最终最终的目标 就是要给这个shareholder创造价值 而且绝大部分的价值是要真正的帮股东赚到钱 对吧 所以说shareholder这个是略微凌驾于其他的stakeholder之上的 因为它是一个终极的目标 那么我在其他的 我在实现为其他的stakeholder创造价值的过程中 其实也是在间接的为我的shareholder去创造价值 那其他的stakeholder都有什么 比如说这个lender 大家理解吗 就是我们管谁借了钱 绝大多数是一些银行 大公司银行小公司可能是一些小的财务机构 对吧 大家可以把它写下银行 然后customer的话 customer这个很好理解 就是买我们product或者服务的这些客户 然后supplier就是我们的供应商 我们去比如说是生产的公司嘛 我们要在供应商那边采购原材料 对吧 然后employee 为什么employee也是一个很重要的stakeholder 因为如果我们不把employee给他们提供很好的福利啊 或者说保障他们的各种权利 他们很有可能就是比如说简单的 就是他们就辞职了 没有人给这个公司去工作了 然后有可能employee 在一些就是拿年薪的employee可能不是很明显 因为我本身是在一个就是生产的一个公司嘛 它里面有直接的就是加工的一个工人工人的这样一个团队 然后剩下的一部分就是office的这样的拿年薪的人 那其实他们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 他们operator他们是有工会的 就说如果他们有什么不满意 他们会立即投诉到工会 所以会给公司带来非常平常大的麻烦 所以employee也是一个很重要的stakeholder 然后regulator这个就很简单 就是跟law相关的 如government 比如一些accounting regulation的制定者 比如澳洲的话就是AASB对吧 然后国际的有可能是international的这样的一个standard的协会 然后还有一个例子啊 就是我在medical这种行业工作 所以我们每一个产品都要去给FDA approval 大家了解这个吗 就是是那种医疗协会 你要拿到能够生产这个 因为医疗涉及到这个人身啊生命安全啊 所以先要拿到一个这样一个安全性的一个approval 才可以这也是一个例子 community groups 这个是社区的吧 有一些公司尤其是还是得拿工厂来举例 他会排放一些污染物 或者说建筑公司 每天如果早上六点钟就开始 是不是周围邻居就肯定要抗议了 所以说作为一个公司 在特定的情况下 community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如果不把这个他们的利益考虑到 不把他们的关系维护好 到最后可能会带来一些经济上的损失 以及名誉上的损失 从而损失到了这个value 这个刚才已经设计过了 大家画一下这个ultimate outcome 因为考试的时候选择题 他有的时候会问你 比如说他问你primary是什么什么 primary task或者primary goal是什么 其他的选项也有可能是go 或者是这样一个task activity 但是题杆里面他问的是primary 是有这样的题对吧 所以说大家在读的时候 真的要做到每一个字 就是都要考虑得到 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大家是理解这一段话 是什么意思的 但没办法 我们首先的这个目标是通过考试吗 所以大家就不得不稍微咬文嚼字一下 这里面有一句话 就是如果你单纯的追求 share hold the value 但是不看其他的 然后可能就是你达到的利润是短期是非常大的 因为你没在其他方面投资 但是到最后呢 这个短期的利润是不可长期维续的 也就是这里边的not sustainable 比如说在 比如说如果影响到的这个自然环境 这个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在customer里边 也要画一下这个primary task 这里边还涉及一点 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公司 我们如果想盈利的话 那么我们的生产成本一定要低于 customer愿意为这个产品或者这个服务花多少钱 否则的话 我们在dollar value这一块就是亏钱的 这边都比较好理解 然后这个呢 organizational value chain 这个图片呢 我认为不是特别的帮助你的记忆 但是我在第六章 我看到了一个更加帮助你记忆的 然后大家现在可以翻到那一页是在533页 这就是这本书的一个特点 就是东西就比较 因为你看第六章你会发现 诶 它的part A又是the value chain 对吧 所以我觉得我们如果捏在一起讲的话 会比较加深一下这个印象 value chain的话 它的中文是价值链嘛 那我们公司如果是说最终的目标 想要创造价值 那肯定不是说某一个部门 它自己就是创造出来的价值 它这个价值呢 是从最开始上游的一个 一个activity 一直一直到最后的把这个产品卖出去 它在这个过程中 这个value是逐渐去增加的 那公司里面这种activity呢 是分为两个大类的 一种叫做primary activity 大家理解这个呢 就可以想象成它是跟主营业务非常相关的一个 一些部门 比如说上游的物流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把原材料进到我们公司 不光是说要进来的这一个过程 而是在要你去你在选择的时候 首先要去进行一个质量的control 而且还要有一些特殊的要求 比如说一个生产高科技的生产公司 它并不是什么原材料都是合规的 所以这最开始还要有一个质量检测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些都是在上游的logistic这里边 inbound logistic 然后如果把原材料进来了之后呢 下一步我们公司要自己去进行生产运营了 是吧 它这里边其实它拿的是苹果iPad去举的例子 然后它的运营呢 包括什么 它在这里面说包括组装 比如说苹果公司 它的组装通常是在中国 是吧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检查 检查成本 是不是 比如说在生产过程中 如果有太多的损耗 这样的都是一个不好的一个迹象 因为损耗就代表着你这个value 是逐渐的在减小 接下来把产品好好的生产了之后呢 下一步就是要把它给运到终端的customer手里 或者是distributor 是吧 所以这个就算是一个outbound logistic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 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完全的箭头 其实这marketing是它在整个产品 整个不一定是说你运完之后才是 这个运完之后 是进行销售 但是marketing这个activity 它是要在整个的这个产品 生命周期都是要进 都是要发生的 然后售后 after sales 卖完之后 它都跟你说什么一年之内 或者是买apple cash 三年之内给你都保修 是吧 这些都是要加在企业的这个成本里面 那这一圈蓝色的呢 它是一个主营的这个业务 primary activity 那公司除了这些部门 还有我们所在的财务部门 对不对 那这个呢 其实是叫做supporting activity 因为我们没有直接的为企业提供 我们是通过间接support这些部门 然后呢 帮助协助他们去创造最大的价值 除了我们财务 还有什么呀 还有legal team 对吧 还有这个公司的基础建设呀 嗯 比如大楼管一下电梯 管那些保安人员啊 这些都是对吧 还有hr 这些是比较典型的 还有it 嗯 还有 产品设计部 然后rnd 其实要看行业 有一些行业rnd是非常主要的业务 但在 啊 人要业 对 对在医疗里边研发其实算是很重要的 其实 他他在这个apple里边 他把研发放在technology里边了 嗯 对 嗯 大家看一下这个procurement 那procurement和这个inbound logistic 还有outbound logistic 有什么区别 大家思考一下 这个部门procurement 其实更多的相当于去采购去跟供应商去谈呃这样的一个呃价格呀或者是具体要进什么样的货呀 但是这个呢 他有一点像是werehousing实际上是把这个产品physically从呃外边运到自己的公司这个原材料然后再把自己的产成品给运到外边的呃客户的手里这样有一个呃实际物品的这样一个流向的这样一个感觉 那这个procurement的话就是呃他不会他不会自己涉及到产品的这样的流向但是他会有实际上面工作的人去再进行这样的一个谈判negotiate 去跟对方公司谈价格呀谈呃呃最多minimum order quantity呀类似于这样的一些信息 嗯嗯 大家再把这个table6.1画一下 刚才我们讲到了呃stakeholder里边有呃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重要的stakeholder 对吧那这里边他给你举了四个例子说这四个例子下面呢他这个value是怎么去measure的 等一下我们会做一道选择题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imtoid嗯就是发工资嘛对吧然后trade units嗯是532年就如果大家找不到页码的话他这个pdf钱 这个地方就是业码好吗这个就是刚才讲的这个类似于工会的这种性质然后local community啊这个的话就有一点像是啊社会上比较热衷于工艺的他会兼顾监督你在这个行业的生产过程中比如说你是不是所有东西都是合法合理合法的呀然后你有没有雇佣同工啊这种的这些都是我们的重要的stakeholder 我们现在把书回到第一章就是二十八页这一个 这个图表很有意思你看一下他的主要是讲的是这个value的话它是站在organizational的角度以及站在社会上的一个角度分别我们想要什么样的一个value的话 或者说我们企业进行的一些短期内制造一些高额的利润的一个行为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从第一个开始看呢呃呃节约成本降低成本比如说我现在就是想踩掉百分之十的人那在公司立竿见影提高百分之十的利润对吧那对于社会上来看呢我们的影响是什么很高的失业率对吧 然后如果大家都是长期处在这种呃低就业率的这样的一个社会会影响影响整个的社会经济政治这样的一个大的环境会产生一些动荡 然后第二个呢如果是呃呃我是一个global的公司我发现我这么说吧我是一个制造企业我发现我的原材料太贵了我以前都是在澳洲买东西原材料太贵了那我想把这些原材料都是从亚洲进口这样会有什么一个问题啊